Hello大家好,想喝车前草茶不用买 手把手教你在家做,方法超级的简单 学会以后啊,咱们能省去很多钱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一下吧 先准备一些地里面采摘的新鲜车前草 把这些枯萎的黄色的叶子给它去掉 然后呢,我们把车前草放盆子中清洗一下 把车前草给清洗干净 清洗的时候,千万不要使劲地揉搓 那样把叶子就会揉烂 慢慢地清洗就可以了 把上面的灰藤清洗干净 清洗好以后,把车前草给它捞出来 然后把车前草给它处理一下 车前草这个根给它去掉 因为我们是做车前草茶 所以车前草根就不要保留了 切掉以后,再把车前草给它切成长段 切的段一定要长一点 大约呢,就是5公分 切好的车前草,我们放入到盘子中 接下来,我们开始炒制 炒车前草茶的时候 咱们第一步先把这个锅呢 先给它加热 加热到,用手放到上机 不烫手,把火呢,转到最小 这样来炒制我们的吃盐草 不要,一开始锅不热 就把吃盐草放上去 那样的话,这个吃盐草炒不了多久 吃盐草呢,就会被炒糊 炒制的时候,我们用手来炒 全程最小火 手不停地给它翻动 放心,这个不会烧到手 等温度高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火先给它关掉 等温度降到特别凉的时候 或者低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开火 所以这样重复个十几分钟 咱们的吃盐草就会炒好 经过十几分钟的炒制 就是咱们的吃盐草 水分已经全部炒干 然后呢,把吃盐草盘子中 给它放凉 经过十几分钟,已经放凉 把它放到一个无水无油的瓶子中 能保存好几年都不再坏掉的 这样咱们的车前草茶就做好了 在家做方法超级简单 非常地放心 关键自己在家做的价格也非常地便宜 比外面买的,世界上的实惠 我们喝的时候,只需抓洗一点 放入到杯子中 用开水呢,给它冲开 车前草,在杯子中 给它静置一分钟 以后咱们就可以喝车前草茶了 车前草茶,它的作用非常厉害 常喝对身体非常地有益 相信大家都知道 赶紧收藏起来 车前草茶的制作方法吧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